哈囉大家好 最近兩斤哥一直在玩這個居家型的電熱烘焙機 因為這幾年蠻火紅的 尤其是 不光光只是說 它的加熱方式不同 你看 從外型 設計越來越的時尚感了 這台機器 是三豆客的X3 高度 44公分 寬度20公分 重量 27公斤 非常的小小 下豆頭 豆子可以放在這邊做一個阻止 這樣倒下來就可以了 那它的容量呢是50克到200克 在家裡烘焙或者是樣品機 都是非常的適合 那這邊有一個 小LED燈 讓你可以看豆子的斑爪 這個是炭豆棒 看起來蠻不錯的 下豆的時候還是要用手動的 打開來 那關的時候呢 有一個小心機喔 你要用力的往後扣 聽到一聲 它才會關緊 那下面有兩層 這一個就是煙灰盤 因為畢竟呢 它是洞洞鍋 所謂的直火鍋 所以它的一個屑屑呢 會掉在剩下方 剛剛我有烘過了 容量呢 不算大 所以差不多 一兩鍋 你就要到了 不然剛剛我烘焙的時候 好像有一點 火星 就從後面的 管路排出來了 這個就是 冷卻盤喔 沒有一個攪拌的 前面的按鈕呢 是一個冷卻 開關 聲音還蠻大聲的 那冷卻呢 下面有個那麼大 差不多一隻手指頭 15公分的一個冷卻風扇 但是你烘焙的時候跟冷卻的時候 一定要分別來做一個操作 不然可能會被它帶動過去 你的 烘焙的那個熱能 會影響到 那最特別的 中年能必要 你要怎麼來做一個操作呢 開啟你的機器 220的電 連結在你的App 搜尋一個叫三豆客 點進去下載以後 打開來 在這個部分呢 它會叫你輸入你的 郵件 以及說密碼 那你就可以來做一個 登錄的動作了 這個有個小機器 按下去 你就可以跳出來你的烘焙了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登錄 那裡面呢號稱有10萬條的烘焙曲線 你也可以自己制定 甚至於說你可以用官方的烘焙曲線來做一個另外的更改 不管是風力、ROR 火力全部你都可以來按照你的步驟來做一個更改 烘焙路也可以做一個更改 是蠻不錯的 但是 就好像你用油車到現在用特斯拉 你要耗費一點時間去習慣 那它烘出來的味道到底怎麼樣呢 等一下我們來喝喝看 這一台機器 最吸引中年大叔兩星哥的地方 就是說 看我前一集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台 介紹一台 挪威的LOSTER 那一台機器也是200克也是電能的 真的是蠻時尚的 可是那一台價格的話在台灣賣要20幾萬 20幾萬 如果大部分的人呢 會習慣買個重機 那這一台機器呢 看起來操作各方面 也算是不錯 CP值 台灣人最喜歡CP值 這一台價格的多少 4萬多塊 台幣 4萬多塊的台幣 所以我覺得 非常的OK 4萬多塊現在買一台 AUTOBITE 就好像不夠了 你看4萬多塊 質感呢 摸各方面起來的話 真的是 不太香啦 但是它烘焙起來或者是長酒喝起來的味道是怎麼樣呢 當然要用時間去印證 這一台機器全部都是接平板或者是你的手機 從你的設定裡面下載的App 搜尋三豆客 你開啟了你的Wi-Fi以及藍牙 接上這個三豆客它的一個曲面 設置的時候呢 打上你的 E-mail 跟你的帳號密碼 下去以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來搜尋 這一台X3的機器 那上面 你看到的話 不管是它的烘焙曲線 ROR 火力 跟它的 封門 就是 變速馬達的快與慢 非常的清楚 你把它按 減 加 馬上可以很靈活的 按照你的設定 來增加你的快與落 甚至於是火力 曲線的記錄 它裡面號稱有 10萬條的一個烘焙曲線 它在熱機的時候它有一個固定的火力 熱機的時間呢 剛剛我在等待差不多有 10分鐘有肉 目前看到唯一的缺點就是 我眼睛有老花所以 螢幕有點小 所以 大家可以 把它套用在平板會更容易看到一點 那我剛剛操作了一兩鍋下來的話 反應是蠻凝凝的 後面有一個開關 接上了這個220的一個電幅 拍了以後 它就可以自動黏上它的 藍牙 前面這一個部分呢 是一個冷卻 的開關 這是它的冷卻盤 下面是它一個蒐集營體的地方 我們現在把風液的太小一點 因為這是 二式烘焙 請大家來試驗一下 它的後面煙管大家看一下 現在有點煙出來 它關豆巢的時候這個要用力的卡 砰一下 它才會定住 蠻均勻的 這個差不多一爆密集 請問一下 這個巴士 都可以把風液的東西 接著 可是